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 但是有一位外科医师 罹患了第三期的大肠癌 甩手三个月之后 癌细胞居然是不见了 简单的甩手运动 真的能够对抗癌症吗 请看记者曾万 萧若华的报道 脑神经外科医师许达夫 每天都练这种平甩功 甩手两千次 结果他居然在三个月之内 甩掉了大肠癌 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许达夫是在一年多前 发现自己罹患了大肠癌 而且已经是第三期了 那个时候的感觉非常地不好 大概有我在48小时里面 我视不下患 整天昏昏沉沉 请过来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是做 写我的遗嘱 就是我把事情教太清楚 那准备到医院开刀 医生告诉他 直肠癌开刀 五年内的存活率是80% 不开刀我不是要死掉吗 那时候我还是觉得要开刀 那但是我是一个外科医师 我已经做过外科医师 已经20年了 我知道这个刀下去是很大很大的手术 那会造成我身体很大的伤害 开刀前 许大夫意外接触到平甩工 他每天甩甩甩 连续甩了三个月 我在开刀前检查的时候 我在这复检 我的肿瘤本来是五公公里大 比苹果还大 可是我在复检的时候 这肿瘤完全消失掉 同时他帮我做切片 也找不到这个癌细胞 所以我当时在当下我就决定说 我不想开刀 因为你没有理由在我身体 越来越好的时候 而且理由消失的时候 在开我这个大刀 当然这个时候医院就警告我 说你不开刀的话 一年后十个十九个 而且两年内护化率 几乎百分之百 那我的朋友就是要帮我开刀 那个医生 非常的慎重地告诉我说 我是很苦口薄心告诉你 你以后会很悲惨 那时候我自己心中就打定主意了 因为我身体越来越好 癌症细胞也不见了 我要跟他赌一赌 许达夫放弃开刀 做完化疗以后 他改吃有机素食 每天勤练平甩工 一年以后的今天 他还是很健康 他门诊的时候 他常常会教病人 练甩手运动 我有去回去医院 目前都还没有发现 护化的情形 那距离我发病到现在 有一年半 但治疗到现在有一年了 如果照医院的讲 我一年也十个十九个 可是我今天还站在这里 当然我也了解说 我现在身上一定还有癌细胞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们要去跟他和平共存 现在还经常帮病人 动脑部手术的许达夫认为 手术只是治疗癌症的方法之一 他的亲身经验 证实甩手运动和饮食控制 确实可以改善体质 提升免疫力 这个事实上这个癌症 不是局部的病 它是前身的病 外推手术只有做局部的治疗 但是你一平甩的时候 你一轻松一甩下来的时候 这个一甩的时候 肌肉都松弛 松弛 一松弛以后 你血液形状就在跑了 那血液形状就像我们高斯光尔会长好 我们很多的白血血 我们的免疫细胞 它就会自动到你的身上 有病变的地方 他会去处理它 马娟如小朋友练平甩功 已经练了一年多 把长年的皮肤病统统甩掉了 现在还是天天要做甩手运动 皮肤的问题真的是帮助很大 因为他知道他甩了才会好 那个时候正痛到整个 因为他抓嘛 整个流血流浓 然后我们帮他上磷脂 那也是非常刺痛 因为磷脂是中药之王 可是他可能消肿消育 可是非常的痛 然后要擦磷脂的时候 要很痛很痛很痛 我会一直叫叫叫叫 马娟如从小就常常生病 妈妈特别让他到云门五级 去上律动课程 可惜皮肤病和体质没有改善 这是马娟如以前的照片 小腿上头有明显的疤痕 屁股上一片红豆冰 现在腿上疤痕不见了 小屁股也好看多了 也看了医生了 皮肤跟医生都看了 也是找名医 可是没什么办法 一般只是说不要让他流汗 吃小孩就不流汗很难 马娟如每天做完功课 就会自己练练甩手工 单餐也改吃素 练了这个甩手工跟吃素以后 有比较好吗 有 就没有那么一样 一次练多久 半小时 早上练还是晚上练 晚上 马先生一家天口 也常常一起甩甩手 身为职业妇女的马太太 因此甩掉了肩膀三痛的老毛病 因为这个肩膀要是油压 油压止压 还去到人家踩背 都没有办法改变 我也练过瑜伽 后来直到我练到美门练气功 大概两个月 真的给我很大的改善 那些几乎都不要而已 我不用再看中医 因为不用再去多针灸 凭甩宫出自达摩祖师的益晶晶 以及张三峰的太极功 气功师傅李凤珊 与各地方政府正在做工艺推广 他希望民众借由最简单的甩手运动 甩出健康 李凤珊表示 皮甩宫会让气血 透过食指连心的原理 贯通经脉松开筋骨 把体内不干净的毒素甩掉 它的这个气感 它可以很轻易地 就到我们的末梢 它到了末梢以后 然后它就自然地 它就会感传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甚至于到我们的脑 所以它不但能够通我们 这个比较粗的血管 还可以通我们的微血管 比较细的血管 平甩手跟其他的气功不太一样 随时随地都可做 不必使劲地甩 更不必考虑五行八卦的方位 但是如果要事半功倍 最好搭配饮食的调整 基本上最好是酸性过高的东西 都不要去吃 肚子空的也可以甩 吃饱了也能甩 早上也能甩 晚上也能甩 男女老少都能甩 詹小姐也是靠平甩工甩出幸福 甩掉皮肤溃烂的梦魇 练功了以后 我也是经过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然后才慢慢地恢复成我现在 比较正常的状况 不然的话我通常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随时都会有 就是皮肤溃烂的状况发生 从小有过敏体质的詹小姐 发病时双手溃烂 全身的皮肤发炎流浓 不得已只好辞掉工作 把自己关在家里 因为它会有流浓汤的那种现象出现 所以它的那个范围就越来越大 本来我是最刚开始的时候 从小腿开始 但是在那个过几年以后 它就蔓延到我全身的质感来 我那时候是长期待在家里面 不能出门 所以我是就是每一次练 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大概练有两个钟头 对 但是每一次大概有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等 跟许达夫医师一起练平甩功的林小姐 亲眼目睹许医师甩掉炎症 她说自己也因此甩掉了肥肉 甩得更健康 那现在都不感冒了 然后很大的一个收获是 这样练功下来你会慢慢地减肥 然后都减下来 减下来不容易伸上去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掌心向下 平举到胸前 像钟摆一样 不必用力 自然往后甩到最舒服的位置 再透过惯性的原理甩回胸前 甩第五下的时候呢 膝盖微微下端 轻松地弹两下 就是这么简单的功法 居然能甩出健康 真是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